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从二三月份开始吧 到六七月份一直在看各种房子 然后逛了三四个月 他一点都不理解 八月份的时候吧 我妈妈过生日就说去吃个饭一块 因为她也刚买了车 我就说行啊 那就去嘚瑟一下 反正老人一块过生日也开心吧 结果呢 吃饭的时候吧 然后家里我爸妈就说 正好我们家那边不拆迁吗 然后就给了一套房子 不是行了吗 然后呢 就给她商量过一件事 然后就说这么着 你们两个结婚吧 现在我们这个拆迁的房子先住 然后将来呢 你们两个现在要是愿意 就是说你们两个商量愿意买那个七房买去 然后到时候你们反正这个房子咱又不花钱 你还上那个贷款 你到时候房子下来 你愿意住这儿 我们欢迎 这不挺好吗 女方家里 人家不愿意 人家觉得我们家看不起她 然后人家觉得人家是养老女婿 是这样 主持人 因为倒插门在我们那边 不是 这没倒插门啊 但是让别人 是要倒插吗 我要是让她倒插门啊 我从一谈恋爱我就给她说了 没有啊 就是说是 感觉是自家人感觉是感觉不错 但是外人看她就是倒插门 因为我父母他那个思想观点还是比较 不是 怎么倒插了呢 因为去他那儿 你给我解释一下倒插门是什么意思好不好 到上面就是南方去女方那边 去那边干嘛呢 入坠吧也可以 入坠以后干嘛呢 怎么就入坠了呢 你将来有了孩子跟我姓上还是怎么着啊 你入坠 人家看着是那个 对吧 人家看不起 你跟你别人过吧 我妈不是跟你说了吗 如果说你觉得不好意思 那可以你给她房钱 对吧 如果说你觉得说行 那等着房子下来之后 咱们让老人帮忙看孩子还是省心 你爸妈不是年龄大了吗 但是呢 就是我那个意思 就是先在外面不管做房子以后 还是没一个 你也挺较劲的 真是 我问你啊 你要不要跟他结婚 要 结婚以后他爸妈是你爸妈吗 都跟我爸妈都一样的 他父母生病了 你要照顾吗 照顾啊 他父母养老送中 你要做吗 要做 他不就完了吗 所以跟猪蓝有什么关系 偏一下 不是 偏一下 因为男人嘛也有点那个 面子吧 对吧 不是 这跟面子有什么关系 之前就给他说过 你可以交租金 没人跟你说不愿意啊 你自己交进他 你租他们家的房子不就完了吗 这不是 租不租啊 不是 这咋不是呢 我租一个房子怎么了 但是租租别的地方不也行啊 别的租他家了吗 对吧 老师 关键是什么 他因为这个房子 我们俩又闹 就是他和我父母吵架的那时候 我俩又闹了 他跟你父母吵架是真的当面就吵了 不是 就是掉脸子 我觉得我招你 那不就要掉脸子 就是说出去接了个电话 就掉脸子了吗 行行行 好了 好了 你没掉脸子 咱们往下说啊 然后我俩就吵架 然后只好这段时间 因为生病了 在医院住 你住院了 对 9月底 10月初吧 然后住了半个月 我想这半个月 两个人再吵架 你都打算结婚 你怎么能表示一下 你把我拉黑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把他打不进去 发信息也不回 我不知道他生不出道 之后呢 不是 你去医院看 他不就得了吗 但是我不知道他生病 到后来呢 这不是碰到他闺蜜了 他闺蜜就说他生病了 怎么你也没去看看 我说我工作忙 我跟律师怎么说的吗 你们两个在同一个楼 AB坐 我闺蜜看到你 第一眼说的什么呀 要您真忙 媳妇住院半个月了 你才出现 工作忙 再说你有发信息 你不回 我也不知道 你请我 你又不跟我说一声 你不认识他们家是吧 主要是那两天 公司就是有 是两天 是十五天 他说住院半个月 因为我们公司就是 那个要是作业的话 就是一个月都是 说 你汽车销售 客户一般都是夜里 九点钟开始逛汽车城 不是 逛的第二天早上六点钟 客户上班了 你们接着工作是吧 不是 不是那么回事 这逗我们的吗 就是你住院 他没看你是吧 对 是我闺蜜告他的 我住院了 那他就看你去了 然后我都出院了 他来了 出院了之后吧 也不想搭理他 但是微信我恢复了 然后呢 我就看他朋友圈 结果我以为他真的忙 你看朋友圈 我住院那几天 旅游唱歌和小徒弟玩 没有 没有那么远 然后结果我就 结果我就很生气 然后我那天 正好也找我闺蜜 去你单位附近 那小徒弟拿着杯子 主任 哎呀可亲密了 人也好毙毙 然后咱俩出去 见了个面 吃了个饭 中午打电话 晚上打电话 心情不好 给你打电话 你是24小时保姆 还是24小时老公 主任 你听我说 说说说 主任您说 主任您说 因为我们公司缺人 因为我这边 也需要一个小助理 最后人家是学服务的 所以您做服务 这方面是做得很周到 您缺一什么样的人呢 缺一 要学服务特别周到的 人家是面试来的 所以是 所以是我们公司看中了 所以是放在我身边 当个助理 公司的一个团队 当节跟下节 是不是需要 特别感觉雨加的感觉 是一个大家庭 对 所以说就是一块吃饭 唱歌也是公司一些安排 所以去唱歌 公司才管唱歌呢 真的 到后来呢 就是他上我们公司找个时候 我那助理过 或者是端水 或者是怎么的 这都正常的 不正常啊 你的助理应该给他端水正常 给你端水真的不正常 人家又不认识他 那就更应该给他端水了 对吧 我理解是这样的嘛 我老板办公室来了一个 陌生的人 应该是客户 那我肯定是给客户 端杯水接 肯定是这样啊 要不然要助理干什么呀 哪有说外面来了一个人 进老板办公室了 然后助理说 老板您喝水 那不是助理吗 我真的这么理解的 主持人老师 他还特逗 我们出去吃饭去 他翻朋友圈说 这我们小助理特别好 人又漂亮又怎么怎么着 我就想那你喝的锅得这么好 你和我吵了这么长时间 你经常也说过 不容人家温柔 就是想给他那个 让他改变一下 改变啥呀 他说对我好一点 他说你不好啊 好是好 但是有时候也太欺负人了 我都说不过他 他嘴太厉害了 这个话说到点子上了 我都说不过他 行吧 我问你啊 他跟小助理没什么吧 不知道 没什么 没什么 真没什么 有个儿你助理 你办公室 不管去什么人 先给客人倒杯水 基本的礼貌得有 对吧 行了 这事就过吧 这个还结婚吗 再说吧 你还想结吗 行 是男人不 确定是 确定 确定 先跟人道个歉吧 住院15天也没去看 好不好 亲爱的不好意思啊 没事 你带我出病再来 这是要把人噎死 好好好 好吧 怎么办啊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分卷 川哥刚才说 说你真男人 给你点赞 梳大拇指 对 你就露出这样的表情 特别骄傲 自豪 你觉得真正的男人 应该是什么样的呀 真正男人 世界上有成就 对老婆 疼老婆 爱老婆 对父母 孝贤父母 说得真好 但是呢 你却没有做到 如果你真男人 你真的觉得自己 我应该爷们一点的时候 不是要在乎这些房子 到底怎么办 这房子是你们家的名字 我就不租 我也不付钱买 我怎么都不行 就反正只要是 写着你们家名字的房子 跟我就一点关系都不能有 这是外在的形式 可是你想过这背后 她的伤心吗 她帮你规划了种种的方式 为了让你有面子 为了照顾你的自尊心 可是你一通电话 扔下 父母就转身走了 你说你没掉脸子 可是在她的爸爸妈妈看来 该多伤心啊 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 然后我们想着方法 讨未来女婿开心 想着方法照顾她的面子 她的理子 最后换来的是这样的不理解 他们其实是为了 让你做一个周转 给你腾出更多的时间 让你为你们两个人 未来的生活去打算 可是你连所有的方式 都拒之门外 你有真的心疼过她吗 你爱她吗 你考虑过她的处境吗 而且真男人 不会在自己 未婚妻住院15天 忙于工作 因为她把你拉黑了 她把你拉黑 你得多着急呀 妈呀 我媳妇找不到了 她去哪儿 她干嘛 这不是应该第一时间 冲到他们家 她怎么了 不管你在单位什么样 最重要的一点 找自己的爱人 都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你得多打心大呀 你爱她的这颗心 到底有多重 你有没有把它放在 你的心尖上 然后女生我想说一点 恩爱是什么 恩爱就是好好吵架 这是你身上的 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句话噎死人 有点吧 对 我们暂且放下她所有的 个人身上的问题不说 我们说一对情侣 逐渐出现问题 一定是相互的 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有的时候 可能确实 我理解你的委屈 也理解你的这样的立场 两边为难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要想 如果你真的想要 跟她往下走的话 也要照顾一下 她的感受 如果吵架 不能好好吵的话 一直是在发泄情绪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还没说两句 这个问题的本质 你就直接几句话 把它顶回去了 根本不知道 她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如果你可以试着 不用那样的 非常激烈的语言 去刺激她 了解一下她的 原生家庭的成长环境 就可能理解她 为什么这么执拗 这么在于 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 为什么不接受 你给她提供的 一切的方式 你可能就能理解 这个问题 可能根上就解决了 而不是两个人 一直你用这样的 激烈的语言方式 去刺激她 然后她是 她是个闷糊落 她说不过你 但是她是个 主意非常正的男人 我说不过你 但是我心里 就这么想的 你也掰不过来 我这个想法 所以面对结婚 这个问题 慎重是对的 考虑清楚是对的 适不适合往下走 我觉得需要两个人 好好再考虑一下 谢谢 好 谢谢沙老师 来 张老师 张老师 我就试着在想 我当年在恋爱的时候 我重病住院的时候 两周的时间 如果我的女朋友 不来看我 无论什么理由 如果两周之内 我没有找到你 我没有看到你 你再给我一些七七八八 特别不靠谱的理由的话 事后我又通过 各种渠道 我发现这两周 你是欢天喜地 夜夜升歌的话 没有任何选择 这段感情一定是 斩力绝嘛 我觉得我对女孩 后半程的眼泪也好 哭嘴也好 以及对未来的那种畅想也好 我内心是极其痛苦 女孩看似是机关枪 一门大炮很厉害 但是 我那边都是 一路变着 你 surely能和我一路能便可以 逐渐过 你那边 能不能放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男生也不能体会女生的为难 但这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男生只在乎自己的自卑 而女生也只看得到自己的苦恼 如果你们俩要是结合在一起 隐患是巨大的 一个内心自卑的男人 带着一颗自卑的心到女方的家里 长此以往的这种自卑会逐渐地累积起来 女方家里的那些 对于男生的小心翼翼的面子的维护 在男生自卑的心里面 她感觉不到这是一种温暖 相反她会越来越找不到存在感 于是就会出现所谓女同事的事情 因为她要从女同事那儿 找到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存在感 而女生相对于粗糙的性格 和那种所谓的快人快语 甚至是有些任性 更会加重这个男人自尊的崩溃 她会越来越觉得在你的家里 在我们的这个婚姻当中 我是没有价值的 她的自卑心会越来越重 到了最后婚姻会崩溃 朋友做不成朋友 亲人做不成亲人 倒有可能会反目成仇 就像一个自卑的人 去到一个非常豪华的餐厅 无论服务员服务得有多么的殷勤 因为他内心是自卑的 他始终会认为 你殷切的服务对于我来说 是一种羞辱 你以为我花不起钱消费不起吗 不是的 但如果一个男人 永远带着这种自卑心 把面子看得比感情要重要许多 就会发生类似于 像你病在医院 15天他都不来看你的情景 你也许会觉得不可想象 之前对我这么好的一个男人 在追我的时候 如此殷切照顾有加的男人 为什么会在我病的这15天 如此的绝情 其实这15天和他的那个女同事很重要 他非常深刻地反映出了这个男人的自卑 他把自己的自卑和面子看得比一切都重要 所以他不接受你家里人所有的安排 以及那些所谓婚姻当中的一些调和 他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可怜我 在羞辱我 我不需要 那人的面子总会有最后崩溃的一天 如果在那个时候出现一个 仰着头看他的那个所谓女徒弟的这样一个角色 那你就完蛋了 到那个时候 你会发现 你以前在他与家人之间周旋的那些为难 那些用心 到最后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非但得不到男性的感恩 倒反正了男生的精神负累 所以其实在你们这样的两个人之间 如果要能够走在一起 我觉得女人首先得要一颗细腻 同时敏感的心 男生要能够为了自己的爱去受委屈 把自己的自尊放下来 因为我更注重的是这个爱人 更何况女方的家里面也没有羞辱的 但她自己会认为是这样 但凡是内心自卑的人 别人的每一句话 或者是只要谈到物质上的东西 她都会认为像一记又一记的耳光 抽在自己的脸上 证明我的无能和贫穷 所以如果她内心是这样的 你再怎么做 也无法维护她的自尊 所以我建议你们俩不要在一起 至少现在不要结婚 如果男生啊 你们不能笃定地认为情感 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 你就最好不要跟这个女生继续交往 你自己心里很难受 你很清楚 但是我认为如果你们继续下去的话 伤心或者是被伤得更重的 应该是女生 因为你已经焦头烂额了 所以你们还得好好考量 好吧 就这样 好 谢谢陆老师 所有轻松的背后 都是沉重的 所有沉重的背后 你都可以把它转化得很轻松啊 生活就是这样嘛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亲爱的 我之前做那些也不对 我向你道个歉 希望你想想咱们的过去 对你的好 希望你再回到我们身边 我们再好好过日子 其实经历了那么多 刚才老师们也在劝 我也很认真地想了想 真的 就像我来着之前吧 跟你说的那句话一样 我们分开一段时间试试吧 如果你想回头 我给你机会 但是让我冷静一下 行 那你有多好想想吧 也希望你再回到我们身边 也多想想咱们的 过去开心幸福的事情 也别 对吧 想不开心的事 好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好了 女生刚才给我们留了一个扣子 说让我冷静一下 还是按我们来之前的一个约定 那男生是会坚守呢 还是会留下呢 请开心 我们的爱情到这 刚刚好 是不过一不少 还等他吗 还追他 能克服老师们说的那些问题 我刚才也想了想 确实也对 没必要跟这个面子过不来 你还是问问自己爱不爱他吧 谢谢你 请问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